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我是楊美將 今天楊美將到了哪裡 到的清麥 今天清麥現在是幾點 幾點 現在是早上六點半 是不是很早 我為什麼會那麼早呢 就是因為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市集喔 它只在早上六點多開到大概下午一點而已 聽說啦 食物是大概早上十點就會銷售一空 那所以囉 楊美將就是不管怎麼樣都要很早起 然後就是趕快來衝一波 來看一下這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金齋麻吉 它也就是所謂的農夫市集 因為它裡面的東西呢 比如說很多都是手做的 然後小小的東西 早上就是很清新 然後很舒服 很田園風的那種概念的市集呢 就在我身後這邊這一塊 跟我們以往去逛的一些夜市 還有市集有點不一樣喔 哇今天呢這裡面有什麼東西 嘿跟我來走就知道囉 順便吃個東西吧 GO 它這邊有的衣服就是像這個才80泰銖 然後兩件的話就是150泰銖 好便宜喔 因為據說這邊也有蠻多就是 比如說二手的衣物在販售 那其實也就是主要是提倡就是環保啦 哇你看那個 但是我真的沒有騙你現在是6點半 早上6點半 這個好可愛喔 這一件呢是你看一下它的那個細節 就是所有的都是手工去織的嘛 因為我覺得這個 你仔細一看是真的有用心在這 用感情在織的 所以價錢比較貴一點 4550 太粗 我覺得買一件還不錯 它是蠻有份量的 好漂亮喔 然後像這裡還有蠻多 比如說 我覺得很簡約風啊 很簡約風的風格 就是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天氣太熱 泰國天氣太熱 所以他們有些衣服就是比較通風啊 那我覺得這樣大也蠻好看的齁 好好看喔 任何顏色在泰國穿都不突兀 卡 朵朵朵來卡 朵朵來卡 朵朵來卡 這個是500泰銖 卡 你哪卡 那你卡 卡 這個是500泰銖 這個是1100 然後這樣搭 很好看齁 好好看喔 好看喔 跟上面那一家是不同的啦 這邊的價格會稍微貴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那是因為 很多東西都是手作的 那其實手作的東西就是最費時間 最費體力 還有最傷眼睛的 那所以就是 嗯 當然啦比較不以往 就是一般大牌子 他們的材料很多 然後人工也很多 然後像這種就是手作 東西可能都一點點 所以價格高一點 我覺得是可以接手的 那只要你來這邊旅遊呢 其實看到哪幾個東西 你覺得 你跟他覺得有緣分 你就買回去吧 因為你下次要回到這邊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買了這個東西 也當作是你一個回憶 也不錯齁 是不是很會講 這個呢我剛剛看到一個 蠻特別的攤位 像它這邊這個是香皂 那香皂的話它是包裝成這個樣子 那另外一個這個部分 我比較好奇的是 它是裝成這樣子 這要幹嘛的 我剛剛問了 它說你可以放在房間 放在浴室 那它每一個上面都有不同的味道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說可以放一年啦 那如果你覺得味道不夠重 或味道已經消失太快的話 其實你可以放一點精油 在這個像石板上面的 應該是石膏板 石膏板吧 然後在低精油上去 它的味道就可以延續下去 那它這邊就有很多個 有薰衣草 有香草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味道 還不錯齁 還不錯齁 這個很可愛齁 它就是原本都是 全部都是香 辛香料的東西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 各種穀物放在這邊 好好可愛喔 立體的磁鐵 這個一個65泰銖 很可愛齁 這邊還有好多喔 好想買一個喔 然後它還有這個 像這樣子可以放那個 明片夾的 這個是我們常常吃那個 抗牛麻糠上面那一個 綠色的豆豆 脆脆的 看一下這些東西 好可愛喔 而且還有這個像雞蛋的 這是雞蛋的 這樣一整個雞蛋很可愛 全部都是黑妹 這樣子一個 39泰銖 四個150泰銖 很可愛 終於看到了一個這個 吸管 因為之前我買了 結果就一直掉 就是掉了 因為太習慣插在飲料之後 然後飲料就放在車上 然後就忘記拿 所以我希望你不見 所以這次我要再買 這一個是一個95泰銖 高西哈巴 我要買一個 然後它還有這個刷子的 這樣這樣子 刷子的 然後還有 海木啊 就是吃那個珍珠奶茶的 雞肉在裡面 好 那我要這一個 它有兩種 形狀 然後我要買這個 卡 要買兩個啦 一個攝影師的一個我的啦 欸 其實我要再多買一個齁 一萬一如果掉的話 我還有一個費用 好啦 我只這樣 我買這樣 買三個 開試了 開試了 老闆娘開試了 7點就開試了 好 等一下就來買飲料 就直接 喝了 我決定了 我剛剛逛了一下 我決定我要當個親賣人 我要買一下親賣的衣服 250泰銖 而且它有 鬆緊袋 可以吃到飽 all you can eat 他們聽到我講 這個可以all you can eat 這個有在笑 好便宜喔 還有黑色的耶 好好看喔 買了兩件上衣跟裙子 好像是三百 三百七吧 四百七吧 三百多塊 耶 如果有地方換衣服的話 就好了 我就可以馬上換了 我覺得這種感覺 就是現在陽光在那邊照過來 然後每個人就是 因為這是在大樹下 然後會有一些傘啊 然後傘都是紅色的 然後綠色的 藍色的這樣彩色 那種氛圍還蠻不錯的耶 很棒耶 這邊這一區就是那個 賣衣服手做的一些那種 商品啊物品這樣子 那好像在那邊就是吃的了 嗯哼 早上都還沒有吃 就先買了衣服 真的是女生齁 女人都這樣子 好啦不管啦 我現在肚子餓了 去找東西吃吧 GO 很便宜耶 可送那麼大一個 三十泰銖 看看 點了一杯 Hard drink咖啡 熱的 四十五泰銖 我點了一個這個 泰式的 算是泰式的歐姆蛋 然後它是長這樣子 上面 看 上面會有蛋 然後會有一些那個 碎豬肉 還有香茶 還有醬 這樣四十九泰銖 超大一個的啦 超大一個的啦 好吃 難怪人那麼多 皮跟我預期的不一樣 這個皮吃起來有點像那個 嗯 那個什麼 混沌的皮 然後我剛剛點了兩種口味 一個是 豬肉菜 豬肉菜的餃子 泰式餃子 然後醬燉 一樣微酸 微酸微蛋 還不錯 好 好 這是我最喜歡吃的 泰式 蛋 如果我住的飯店或是 早餐有這個 我一定會叫它來吃 好吃 吃這樣有點醜 挺見諒的 因為我不想要用 素餃茶 果然是我愛吃的 泰式早餐 剛剛又去點了一個 看起來它好像很好吃 它是 在太北 就是 傳統的小吃美食 這個 它是 黑色糯米 然後它把它就是 會這樣弄在一起之後 然後這樣 把它 有點稍微壓平之後 然後放到那個鐵板上去煎 煎煎 然後煎完了之後 它就會吃起來有點 微微的脆脆的感覺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 我要馬上來吃看 我才可以 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上面好像放花生粉 甜的 有一道料理是什麼 我想不起來 就是 糯米會去煎 然後煎的皮有點 酥酥脆脆的 然後吃起來會 很有嚼勁 好吃的 忘記那道料理是什麼 有沒有人知道 知道 趕快留言給我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好好吃喔 我喜歡它那個糯米邊邊 酥酥脆脆的樣子 就是已經烤得有點酥酥的 那現在黑黑 這個醬料不知道是什麼 我吃吃看 我剛剛問了 我剛剛問了 這個呢就是蔗糖 然後這個呢 有點顆粒的這個是 芝麻 所以吃起來還蠻特別的耶 看一下 嗯 嗯 特長 吃得出來喔 這個呢 泰式的甜點的名稱叫 靠布 靠布 剛剛點了一杯那個 艾斯拿鐵還沒等 等它來 所以喝 因為現在吃了整個嘴巴 甜甜的 嗯 嗯 這一杯那個 冰拿鐵45泰銖 現買現有 讚 很濃耶這一家 45塊還滿大杯的喔 我覺得還滿大杯的 嗯 好濃喔好好喝喔 咖啡又濃 奶又濃 這甜的咖啡真好喝 這一區都是滿多吃的喔 然後有很多就是他們自己手做的 比如說飲料啊 或是食物喔 就不是買現成的啦 廢話 食物當然是手做的 我知道 就像這樣會現煮現用的 我剛剛就是點了這一份 然後還有烤肉豬肉串 雞肉串 雞肉串 它是那個沙底 然後像這個就是我剛剛說 他們自己手做的一些 產品在裡面 將會做成一包一包的在販售 然後在這邊就是小小的小東西 然後這是飲料 然後還有一個小的 哇這炸的 它把它炸得很像那個Rose 人家玫瑰花耶 好可愛喔 這裡面就是有裝 像可樂餅啊 泰式可樂餅在這邊 好可愛喔 就是 生意很好到現在 切切切切切切 它是在每週日的早上 大概六點半 七點左右 就開始囉 因為官方是說 好像是六點就開始的吧 好像啦 反正就是很早 然後到大概十點多 聽說食物就會賣得差不多 會逛的 可是我剛剛逛了一輪 還是有食物的 然後呢 比如說 它是到下午一點左右的那個時間 所以是早逝 很早很早的早逝 建議大家一個小心得 就是越早來越好 因為第一 天氣非常的涼爽啊 第二就是人也比較不會那麼多 你也可以想先看 想先吃 想先買這樣子 然後你知道他們有時候也是要為它開市啊 可能就會給你一點點小折架 這個也是也不錯的 就是早起的鳥兒 有蟲吃的一個好幸運的好概念吧 好啦說了那麼多 想要知道更多鴨美獎 在泰國的資訊的話 請記得訂閱鴨美獎的Youtube跟粉絲團囉 我今天買了超多東西的 哈哈哈哈